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们今天原本是10点半开始的live 为什么今天现在才开始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BE International 刚刚有非常exclusive的访谈访问 有关于我们的独家产品 就是Shiroto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对不对? 所以现在呢 现在今天我们也是有特别嘉宾哦 所以我们这个特别嘉宾呢 他自己本身我不清楚大家有没有认识过 或者是听过有任何的 就是语言老师 啊,真的很好奇呢 所以我现在等着他进来 我等着他进来,看我能不能摇到他进来 哦,我在看他名字 Morning Sakura Morning Vivian Morning Morning 啊,so现在呢 就等待着我们这一个 呃,老师 我们这几天的都是老师篇,对吗? 由,呃,呃,访问Amy老师 到访问,呃,诶,Morning June 到访问Janice老师 现在我们要访问的就是Amanda老师 对了,Amanda老师 在吗? OK,现在在等着他 等着他进来 等到他进来呢 来访问他的故事 今天为什么 啊,为什么会 会 对,身为一个语言老师 怎么样啊,来 来看待Bi这个事业 甚至怎么样可以接触到的 好,所以现在就由他来跟我们分享 而我现在就等着他 请大家耐心的等待 所以刚才早上大家看了过后呢 大家有什么感觉? 大家看到了我们的这一个 啊,OK,这一个的 啊,YouTube啦 应该是讲这个YouTube Video Founder的访问 大家看到了有什么感觉? 觉得如何呢? 啊,诶,有了 Approof Add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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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ing Coco,早上好 早上好 哇,线上越来越多人进来了咯 Adding,Adding,Adding,Adding 等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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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可以吗?可以吗? OK吗? OK吗? 静着来 因为我们做这个Facebook的访问 它的那个线路一定要是好 Poof OK Connecting 耶 终于连接到了 哈哈哈 嗨,Manda,多早 早早早 OK,OK 原本要10点半了 现在到11点 因为整个访问刚才 呀,差不多一个小时的访问 OK 来来来 Amanda,来 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的背景吗?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其实我是 就像刚才Mentor所介绍的 我现在是一个语言老师 然后 其实我也有 也同时 as a part-timer in BE 还没有 full-time OK 那你多少年了 那为什么你在从事这个事业 然后你教什么语言 其实我是教华语 然后教的是一些国际小朋友 就是有足同胞 甚至是一些想学华语的 或者是在家是不讲华语的一些小孩 对 然后 哇,其实在BE多久啊 说起来有点惭愧 真的速度很慢 没有没有 你教语言教多久 差不多三年了 三年了 那你在教这些小朋友的时候 有遇到什么挑战吗? 你说挑战我觉得还好 因为第一 语言华文 我不是问题啦 然后再来 可能是小朋友 我觉得可能第一接触的时候 可能很蠢陌生嘛 刚刚来上课 然后需要跟他聊起啊 然后聊得上的时候 当你教的东西 他都会很专心 所以 暂时 我还没有面对到 很难 很难给我 探索的学生 其实说你很好 这样子你教的 他们的年龄的岁数 大概是多少? 最小的是四岁吧 就是几乎他懂得自己说 他就是会告诉你我要做什么的 那一种我们就可以开始接收了 然后其实会比较 跟政府学校或者是一些实际上那些 寻找一些不一样 就是不会说马上下面写字的 就可能用游戏啊 用聊天啊 用图画 因为是用Fresh卡 删卡的方式 所以教学方面都会很有趣 很enjoy的那种 所以我很enjoy教书的过程 所以到目前我还在教着 OK 那我想问哦 你是怎样子接触到BE的呢? 说起来也很妙啦 其实就是从 就是我的upline就是 Juliet and Angie 其实我们都是陌生人 全部不认识 对 是陌生人 是因为通过我的upline 就是我的Dartine Irene 因为本身我们两个都是否有嘛 然后也经常做义工 然后做义工方面大家都知道嘛 走很多 然后他本身就尝试过那种裤子 然后就纯粹纯分享啦 然后当然以我那个时候呢 我是觉得啊 好像不需要咧 我需要特地买一条裤子来这样子穿吗 因为走很多而穿吗 我就觉得还好啦 那我就听啦 OK 不过就其实在接触这套裤子之前 我就去爬了神山 KK山 然后大家都知道 以前做工的时候是走很多 不过不是去锻炼肌肉 所以那个锻炼肌肉跟你没有锻炼 然后就去爬山 其实是会受伤 然后就领教到了 下山的时候伤到了肌杆 那个下山很夸张的 人家是 平常下山是这样子step下来 我是打横下 像螃蟹走轮 一级一级的 两只脚要站稳 然后才可以再下 所以你想象得到我从半山走到三脚下是差不多下午的6点 我几乎整个休已经剩下两个人 就是那个Mountain Guide跟我 哇 对对对 所以其实上了回来 因为之前就接触着保健食品 然后不想去看医生 因为你知道一看了医生 医生一定告诉你 来你就打这支针吗 吃这个药啊 止痛啊 然后可能就做一些 我觉得以我这个年纪我不想去动的东西 就是接触那个药物 所以就使用很多医食 那种饮食疗法啦 就吃多一点那种 因为我又吃素 我不能够像人家说 你吃猪脚 你行不行那种 所以就尝试过了几个月 然后还是没有效 那个没有效自己会发现就是说 爬楼梯很痛 你以前上班都是要在二楼 要上三五梯 就可能只上四五级 然后真的要停一下 就有点像老人家 甚至是没有办法去公联做Jogging 就走圈罢了 没有跑步 都没有办法 就是酸痛到很夸张 所以到DatiNarine介绍的时候 我就在考虑 是不是真的要投资 就纯粹为了膝盖 然后就拖着拖着拖到 我的Upline Juliet and Angie 就不 怎么说 既然介绍了 然后我有这种意识的 然后就继续的追踪 追踪到我六月的时候 那我才点头 然后那时候投资 然后才一穿下去 真的感觉到 哇 你多久可以感觉到 那个不一样 其实 我就很听话 所谓的穿超过22个小时 我几乎 那一个时间 你只会看到Amanda 就天天穿长裤的那一种 所以 多久 那个速度 我看三个月吧 三个月 然后加上长期穿 然后最主要是我当天一穿上来 我马上是发现我不怕冷 手脚冰冷的问题 我晚上就知道 因为以前 我们马来西亚人都有一个习惯 我不知道Mentor情侣 有没有以前那种习惯 天气很热 我们会开冷气睡觉 不过又怕冷 然后怎么办 就长袖长屁 我是这样 对 对 对 很奇妙的是 穿上Aura Pencil 那个晚上 我同样是穿着长袖衣服睡 不过 这是我先生自己跟我说 他说 我发现昨天晚上 你没有跟我增被 增被盖 以前会抢被的那种 因为很冷 对 因为很冷 因为怕冷 因为学情况不好 因为我有点贫学的 所以就发现 这个是马上看到的效果 就是不怕冷 然后加上穿着 然后上楼梯 其实隔天上班 你就上楼梯 所以发现 不像之前的 可能step到5级我就要停 那个直接可以上完整个楼梯 不过 那个过程 因为是坐下来 所以你不会感觉到不舒服 不过就在中间我发现 无论是走动 驾车方面 膝盖是不会有在酸痛问题 当然我自己也尝试过 就是穿了三个月后 我完全不穿的那一整天 就穿着普通的精神和服装 那样出去走路什么的 我发现没问题 这个是很神奇的地方 很神奇 你可以是纯粹只是当一个顾客 但是为什么你会开始 这个试验呢 去接受这个试验呢 其实当初 当初接触到这个裤子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当语言老师 也就在其实之前的那一份工了 然后让我说 我想转换一下环境 所以我去totally从一个 其实我的赛之前是 Full Time Direct Home 16年 然后所谓的一脚踢 从一个普通书记做到 就是所谓的一人之上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一种 你就是要处理整家公司的一些 采购甚至到人事部的东西 不过就是有一点累了 然后加上没有办法陪到小孩子 因为那时候小朋友不在身边 然后到会离开 再去做另外一份是因为 懂了我们都是向前看 所以就接触了那份工 不过那三年就让自己开了眼界 因为需要跑国外 然后发现我的这个忙碌 好像就是为他人做假衣 是自己有gain到了很多的那些 在书本上甚至在本地 在做这原有的那一行 你是绝对看不到 因为毕竟这是开脱海外的市场 然后在那时候就发现 为什么不把心静下来 静下来然后再重新看一看 因为年纪你要说很大 也还好就走了一半 所以这一半我觉得 在这一半我再转换跑道 我觉得我还能够转 如果到50岁要转的时候 可能就会力不从心 所以我就觉得 试试看吧 既然这裤子我就纯粹的这样穿 我就发现改善了我的手脚冰冷 其实我在手脚冰冷 一感觉到ok的时候 我就开始分享 其实也纯粹的分享 我也没有说 要在BE怎么样的做大 因为毕竟之前的三年 已经让我用尽脑力 因为真的是海外拓展 那种marketing的 你需要比人家快想半年后的事情 就是可能现在我们刚过完年 人家可能就觉得下一个季节 可能就双清节之类 我可能就要想到圣诞节了 所以很累 所以我对我而言 以前的那时候没有这种节日观念 不喜欢过 因为我已经比人家早度过了 所以当做BE的时候 然后其实纯粹分享 然后也很重心 然后你 你在一看到了什么 除了那个产品很好之外 其实你也看到了什么 就是Founder 还有整个公司 你看到些什么 其实会比较吸引我的 是因为市场计划 那个九大利益 就很公平的 就是你努力多少 我将会得到这样的奖励 这个在传统生意 甚至是现在做着Sales 做着营销 做着销售的朋友们 大家都知道 给你真的做到Sales Manager 给你业绩真的突破 就我们打个比方 讲做Ambissitor Fight for 那个机票就好 以那种分数 那种Sales Solum 是用半年就可以合格 不过以前在以前我的那个商场 我可能用两个月我可以完成 不过我什么都拿不到 就连最基本的本地理由都没有 更何况是 bonus 这一个老板都不会给 所以我就觉得 why not 虽然我关了那一闪窗 而我觉得我就往另一道门吧 所以就这样子的 我纯粹就所谓的从分享 然后再发现 我可以帮到我的主缘 就这样子 坚持到上来 有什么让你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你帮到别人 然后过后你很感动的 你很开心的 有 我发现我现在手带起来有两个Leader 就是其实他们一开始都很没有自信 就觉得我不可以 我不行 就一个是从全职成为一个宝 因为很伟大 真的因为想到小孩没人照顾 所以要全职 也就是勤啊 然后我的另外一个Leader 就是Catrin Cher 他虽然是属于Sales Manager level 不过可能以他的年纪 以他的经验 他觉得我就在现有的领域 我都觉得很舒服了 没有必要 所以他不敢突破自己 然后当然 从做FV来 每一个人都卡在这一边 所以他们突破了 然后再加上也 现在不断的在改变 这是我看到蛮开心的 蛮开心的 因为身为一个老师 就以我教学 我都需要学生学到东西 无论他已经超过了 不在我的范围里 有时候我们都会联系 所以就小朋友的那种 给个grading之类的 还是不是懂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我的主员 他都会说 这个Leader真的把我们当小朋友 教 嗯 就这样 就是因为老师 你的本质就是非常的耐心 有爱心 而去教 其实我们在V 最需要的就是 就是要有耐心 要有爱心的人 你知道 然后我想问 Amanda 你这本身 你最想要在V 达到的梦想是什么 在你人生当中 其实这个Y 我有时候也蛮纠结的 不过还是最初还是倒回 就是说所谓的 可以用生育下来的时间 做自己喜欢的事 就至少说 你不会因为现有的工作 现有的状况 然后卡着你 不能够去想太多 因为 也就是为什么 我会离开我之前的那些工作领域 是因为真的被时间被绑死 没有办法 所谓的回想 很定时定节的 然后可以回去小住几片 一切根本没有办法想 也没有这种机会去想 因为小孩子也大了 然后可能小孩子放假 我们不能放假 因为可能假期 对我们那个销售人员来说 是最忙的一段时间 所以现在我的时间 几乎五十八星以上 我都是在BE 所以就是因为MCO 如果没有MCO的话 我相信我几乎 在一些华人的传统节日 我都会没讲 所以这是 我这是给我自己的一个 一个target 我应该这么说 能够聚的时候 就尽量聚在一起 对 能够团聚 然后我觉得这一个意义 也是让更多人 更加的珍惜家人 心情 然后 这样你还有什么 就是 鼓励吗 就是有什么鼓励的话 给线上的我们的朋友们 在看着我们的live的 就是 都坚持了那么久 那怎么样 可以这么的去坚持的 去做这个事情 其实还是归终于一句 大家先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然后有一些东西 可能目前你会觉得有点辛苦 不过我觉得这个辛苦是 是以后你会很轻松 也很enjoy的一件事情 当不是只有你自己成功 因为当你看到组员 不只是收入增加 最主要是 你帮那个人建立了他的信心 因为一些信心不是在他工作里面 甚至是 也不会让他会遇到一个 愿意倾听他心事的人 然后在BE 你会遇到 你会遇到这样的领袖 因为也很感恩 也很感恩我的Upline Engie 就真的那一段期间 我真的很dow 那个很dow的意思是说 好吧你就过来 我们就聊聊 就这样子真的 drink coffee tell story 也就这样子 你就可以把你的一些心结 慢慢的打开 因为毕竟 每一个领袖都是一个过程 所以每一个人的过程 可能就可以取发到我们 然后当然 最主要还是我的领袖 没有放弃我 然后我也加上自己也觉得 我们就试一下 这一次我已经试了三年 我不后悔 我不后悔 说实在 当然我陆陆续续 我也希望再听着朋友 不要害怕 不要担心说 直销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 其实BE是我第一份直销 真的是第一份 然后之前也不接触 也因为就传统的 大家都知道那些 那种做人处事的方法 不过在BE你不会看到 这是我体验到的 就各个都很真心诚意的 分享啊帮忙的 就真的毫无要求你任何回馈的那种 我曾经有听过我一个主员 他本身是基督教 然后他就进到BE 感觉好像进到教会 唯一让他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教会 另外一个就是BE 对 对对对 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感恩 Amanda老师的分享 然后大家在线上的朋友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Live很好的话 然后你可以带你的朋友 甚至Forward这个Live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 让更多人收惠 让更多人认识 BE International我们这个家 所以来Amanda 我们跟大家讲拜拜咯 好吗 好 再见 谢谢您 拜拜 拜拜